看到菲律宾是不是有一点点动摇了呢 两个菲律宾军舰以补给为由 想要给仁爱礁的那个艘破船来进行补给 中国以一艘海警船搭配了四艘渔船 把它给阻绝在了外面了 菲律宾必须要在6月15号之前要给补给到 因为6月15号就危险了 中国的海警一号令就会生效 可能会对于非法侵扰领海等海域的 外国船只和人员采取逮捕审讯等必要措施 于是来看到菲律宾最近做了一个什么动作 菲律宾换下了他的国防部长 这两件事可以分开谈 这个破船已经待在那个地方24年 长期也造成了海洋生态的污染 现在当然比较麻烦 上面还有一些菲律宾的士兵 不过基本上中国大陆已经事先通知 然后也给菲律宾一定的时间 我认为这一次中国大陆的出手应该是真的 因为这个是习近平在5月30号讲这个极限思维之后 就是他讲到说不排除用军事手段 阻断塑造对中国有利的安全环境 这个我认为已经在RC-135南海的侦察机拦截发生过一次 然后后来又在台海发生了军舰拦截 那个中云号被拦截 那这个对菲律宾我认为出手的可能性非常高 他就是说我的结局日期就是6月15 那之后呢 我觉得中国大陆可能会利用战潮的时候 就来个小台风的时候 那战潮的时候就顺手就把你拉走 这样这个可能性很高了 那就是说你如果6月15你不自己处理 那6月15之后我就随时可能处理了 就变成这样 那我觉得处理的可能性非常高了 那第二个就是你刚刚讲的房长 因为目前这位代理房长叫做加尔维斯啊 那这个人事实上是个亲美派 就是以前事实上就已经非常明显了 就是他以前就跟中国大陆发生过争议啊 那甚至闹得很不愉快 那这个 那个时候有关那个台海的问题了 那他用菲律宾劳工作为他的借口啊 他要介入这样啊 那目前传出要换这个特奥多罗 这个特奥多罗事实上以前就当过国防部长 他2007年就当过了 他是43岁就当了防长 是菲律宾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防长 那他这次可能是重新回来当防长啊 那这个人是公认的务实派了 就是2010年 这个中非在南海发生冲突的时候 那他就主张说要用外交处理啊 所以不是用军事处理啊 所以我是觉得小马可是担心啊 就是万一这个发生了这个破船被拖走事件 那如果是原来的防长这个加尔维斯啊 搞不好他就派菲律宾的军舰进场啊 那可能就会发生不可预期的意外冲突啦 你知道吧 所以我觉得小马可是已经预先想到可能会有这个状况 所以就把防长给换啊 那避免到时候真的爆发军事冲突啦 那这也意味着这个坦白讲 我等于我说这个在国际政治上就是 我打了一个暗号啊 所以你就拖走吧 你就拖走了啊 那你拖走啊 我们再来就外交商量啊 因为他知道这个事情可能没有转环了啦 我说白了啦 知道中国大陆有两张牌啦 一张牌是 人爱交要拖走这个24年 僵在那个地方的破船嘛 那第二个就是 仙兵礁不排除就展开填海照路啊 那这两件事我坦白讲 仙兵礁填海照路 本来不一定会做啦 因为中国大陆已经有美濟礁了嘛 那这三个礁是连在一起的啊 那中国大陆本来想说南海行为准则就要过啦 那我有美濟礁嘛 那这个仁爱礁你就把船给弄走吧 然后仙兵礁就暂时维持不动啊 可是看到菲律宾跟美国越走越近啊 又租给他四个新的小岛当基地啊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大概 大概也不忍了啦 我觉得就会开始做动作啦 那先做的动作应该是把船拖走 那如果还是没有缓和的迹象 那可能就会在仙兵礁做进一步的填海照路了 大概是这样 哇 这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啊 6月15号 大家观察吧 为什么我们常常说南海可能比台海想象当中的还要危险 是